这里是碧山 那现在呢 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 制播会的碧山展区 每一年碧山展区呢 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 这种高新技术的企业和技术 在这里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 碧山高新区管委会的卢主任 卢主任您好 那咱们本次这个展区 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 本次的碧山展区 是紧紧围绕 我们中国国际产品产业博览 这一道主题 紧紧围绕我们碧山 打造高智能发展样板区 打造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这两大目标 围绕我们工业 服务业农业三大板块 更重要的是 打造智能网年新轮软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我们的智能装备 大型的产业 这四大产业集群 来整体的布局 我们的电视区展馆 那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展馆 好的 风级电气火灾的 智能防控系统 主要是监测我们在居民 或者是工矿企业 用电的一些安全隐患 然后包括过渡用电 这种是过窄的 对 然后线布线 这种布线的这个规格 不足 然后可能保持一些过温 温度 对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谢谢 好谢谢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大研自动化机器人工作站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机器人是吧 这个机器人数要测试 来测试它的使用生命 主要用于3C行业 还有机车行业 然后新加工的帮运之类的 所以咱们这个技术肯定是很过关的很牛的技术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的是位于毕山的重建市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 那据说这个展区里面也有很多的高新技术 在这里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里的林部长 林部长您好 您好 那咱们这个展区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我们研究院呢就是以高效的原创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 把高效的这些技术从实验室带上生产线 我们为了这些高效提供全油层的服务 帮助他们把这些原创的科技成果扑向市场 我们这个板块是围绕着新一代新型技术 去筛选的我们无内外领尖的这个原创科技成果 像我们现在做的全国产化的第三代半导体芯片 重庆市首套的电气火灾的防控系统 那我们也期待着今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成果 造福大家 好的 谢谢你